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新房的线房 也就是建商已经盖好了的房子 新房分两种 一种是这样的线房 一种是你喜欢某个户型新房 然后这个新房建商单独给你盖的这种 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线房 它跟二手房就差不多了 就是纪剑纪索德 从表面上看它好像跟个一层一样 但是进去发现它是个二层 然后它有两个门 你看到吗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 它叫next jean 其实它是一个跟aparma一样的套间 你看一进来就这样子 好像很狭长 但里面还是高挑天的 然后右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套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都是这个瓷砖性的那种 然后这样一个套间 这个套间这儿还有一个小厨房 虽然没有天然气的那个炉灶 但是你可以放一个这个这个电磁炉之类的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没有浴缸 可是淋浴间还是比较敞量的 比较够用的那种很实用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衣帽间 然后这个衣帽间的旁边呢就一个一个卧室 那所以这个套间是单独的 如果您从门口可以直接从这个门口进这个套间 就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 出去 它这个地方啊 是一个它不是这个储藏 这是放洗衣机烘干机的一个洗衣房 就是这个套间里的洗衣房 然后你看这个门 现在看到这个门就是直接进套间 从外面直接进套间的门 就是这样一个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 就可以看到一个 就进了它这个主房间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主房子的洗衣房 这个洗衣房就明显大很多了 洗衣机烘干机 就这样子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呢 这边呢就是一个卧室 这样的一个卧室 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再出来就可以看到 这边是有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就有浴缸的 也有淋浴的这种 就是有的人很喜欢浴缸 有的人就觉得有淋浴的更方便 其实浴缸也不一定非常的实用 然后再出来的话 我们就到了住这个主房间的客厅了 客厅还是很常人 因为它是高调的客厅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从外表看向一层 里面是个高调的 然后这个客厅基本上是21个费 然后这是厨房的位置 因为这是一个县房 这个建商是送冰箱的 有的建商它会送冰箱 有的建商会送冰箱洗机烘干机 有的建商有啥都不送 通常情况下来纳地产的都会送 然后这就是炉灶 炉灶上面有微波炉 看是个五头的炉灶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 看一下这边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空间 就是一个餐厅 然后我们往前面走 就是看到了客厅的位置 它现在摆的这几个沙发特别大 所以显得客厅局促了 当然它总体面积不是很大 总体就2600多尺 而且里面还外边还有套件 你想啊 那这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一点的卧室 这是主卧的位置 这就是一个主卧的卧室 再往里走 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整体的配色以浅色调为主 现在比较流行的也是这样的 主卧的洗手间 淋浴间 这个浴缸都有 然后再往旁边看就是两个sink两个水槽 这些主卧的标配都是有的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马桶间 不管是大房子小房子 反正马桶间都这么小 就这样 比较小 可是大房子其实也是很小的马桶间 这边是淋浴间 然后再往前走 就是它的衣帽间 就是主卧的衣帽间 好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上二楼 这个房子可以说房子随小五脏巨圈 还有一个小公寓套在房间里面 如果跟老人住的话 其实还是蛮方便的 一上二楼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上二楼这边看 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然后里面是一个卧室 这就是一个套间 是二楼的那个套间的卧室 所以说一楼有三个卧室 二楼这个也是跟套间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它的户型的实用性比较好 虽然卧室的面积可能都不是很大吧 但是真的确实结构性的实用性还是不错的 这边也是一个这个房间的衣帽间 您看到这两个电箱是装监控器啊 网线之类的 然后外面就是这个洗手间 这洗手间有浴缸 有淋浴间 所以如果说家里的小孩住在楼上 可能单独的空间就营造出来了 然后这就是从二楼看一楼的状态 所以这个房间满足了很多人各种需求 比如有很多客户喜欢高调厅啊 又很喜欢各种套件的需求啊 我觉得这个就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好现在让我们去院子看看 建计所得 所以你买它这套来的话 你院子是这样的 一个很方正的院子 不算是非常大 但是很方正 我觉得倒是够用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套房子 如果您对楼根地产感兴趣 欢迎在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